為著要來學黨保養氛化向上的精神 中華館政府基盤模範李董標養代表 以處理李董開幕和保養更衡所及的方向有良風氣 透過標養活動肯定核實正經正處的精神 並且高麗核心核實保養更全靈界 典現青春的生命力 館長以以班長和受眾的中華館 各個小數選出來的模範李董 高麗贏核實的精神 今年小學模範李董是由高校英格比亞生當中臨算三生 每一班一名總共536名 學長委員長請主辦將為模範李董中正 並且跟他們做會非常留念 委員長表示 基盤標養的活動最主要就是要高麗核實保養活動的精神 讓其他的學生可以健全私奇 保養有良的幸福風氣 為了慶祝兒童節 今天舉辦模範兒童表演大會 我們選拔了536位 每個學校每一班的模範兒童 來這裡透過這樣的一個表揚 那我們長和縣政府投資家務就是要投資未來 投資孩子也就是投資我們長和縣的希望 所以我們這些模範兒童在學校都品血兼優 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表揚 希望其他同學都能夠來向模範兒童來學習 那除了表揚以外 我們今天下午也有安排參訪的活動 比如說我們要在普京的蘑菇部落 觀光工廠以及花壇的愛心園 以及王宮的科藝文化協會園區裡面參訪 讓我們這些模範兒童都能夠了解我們地方 產業的發展 對他們成長的過程 能夠有愛相圖這樣的一個意識 希望這些小朋友長大以後 都能夠為我們長和縣來貢獻 今天也當時邀請館來 特色雁門團體參與演出 讓地獎的立場分享一段藝術鄉園 新中華新聞 八明寧 萬寧 蔡鳳報道